广州这边得分的场地100.7 失分的99.5 一个排在联盟第11和第10 非常的均衡 对 而山西这边幅度会比较大 尽管他的得失分是能够形成正四 但是得分111.3 联盟第1 但失分还在联盟第17 倒数第4 节奏很重要 看谁能够把节奏掌握在自个手里 带来的结果就是双方在进攻的成功率 随着时间的变化之后 都不太高了 林俊 直接甩开了元帅之后 中距离 对 他的杀招 林俊因为到了他年龄的一个最成熟的时候 28岁 对 他的这种场上的大局观 自己的合分能力 加上他身体很强弱 所以带来的爆发力 一瞬间确实很自愈 但是今天他那个点不行 防守变化 这一回合起到效果 看看陈俊中距离 来了 够稳 立夫是在听 又到23分 主要还是更多的问题体现在广州的进攻 就是陈英俊跟大伙的联系彻底被割断 没错 好球 这次似乎又找到了联系 咱来看这次联系 合幅看 七个篮板 然后现在就有磁铁一样 那篮板球往他身上蹦 就看着总会觉得那么强 好球 又一次联系 整个广州队非常好的转移球 就是强弱策的另外的这种转移球很少 就是多重场面都是来自于立夫的强弓 联哲正负值也还行 负一 还是目前正负值比较高的 东距离 中距离 多耍有点回暖 第三节的四分钟 动力呈现出来的时候 广州真的有些难办 三春军有五个现场篮盟 三个后场篮盟 陈英俊自己站出来 太是时候了 但是现在的分差真是大 金龙四两个人 这个反差有点大 这把人打的绝望 对 不过这段时间的 陈英俊 对 他开始回暖 连得五分